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到呢 有一位这个墨西哥穷迷 现在成了一个传奇 此人名叫哈维尔 就这哥们 大家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奇怪呢 对 其实你仔细看 这是一个硬纸板 是个纸板人 那这大哥留了个胡子 就是他的朋友们把他的纸板给带来 不是他怎么了 是不是在国内已经心急梗死了 不是的 他还好好的活着 他胸前写的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我老婆不让我来世界杯 对他不能来世界杯 结果他的朋友们 就把他的纸板给带到俄罗斯 用这种方式来还他的心愿 天哪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对 说哈维尔是个忠实的球迷 几年前看巴西世界杯的时候 他就和朋友们立下雄心壮志 说再过四年 我们要一起去俄罗斯看世界杯 他们为专门买了辆报废的公交车 修好了之后 就打算开着这车上路 要横渡大西洋 对啊 然后在西班牙登陆 然后呢 就奔着这个 奔着这个俄罗斯去看球去 想的挺好的 可是眼看快要那个出发的时候 得 他老婆发话了 不许去 反正这个大哥看来是个墨西哥的七管炎 就不敢去了 他在这说 说你们知道的 我妻子不让我去 当他说不的时候 那就是不 那我就只好放弃了 但是他心都碎了 就是向往世界杯这么长时间怎么办 他的朋友们决定继承他的遗志 就继承他的这个志向 就是还是要完成的亲愿 所以他的朋友们就做了一个他的印纸板 拍了他的照片 然后开车上路 就是就把他整个就带到了俄罗斯 而且呢 是非常认真的带他 对他圆梦嘛 所以你看 住这个旅馆酒店的时候 都专门给他 要弄一床 对 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下 但是当然了 他依然是在这那个睁着眼睛 这叫睡的 然后呢 就偶尔还要给他清理一下 对 洗个澡什么的 不是这印纸板能洗吗 然后就到了 无论走到哪 总有人呢 请他喝酒 对 各种酒全都尝到了 他一看这这么可怜 对 来干一杯 对 酒吧里边也愿意免费给他请客 反正他也合不进去 然后呢 各国球迷纷纷踊跃的 和这个墨西哥的哈维尔 这纸板各种合影 对 非洲人民没见过这架势 说还有这种操作呢 来照一照 对呀 各国人民纷纷 各国球迷纷纷涌上来 最逗的是 哈维尔的不幸遭遇 他对他妻子严厉管束的 这个悲催的过程呢 激起了很多美女的同情心 对 然后有很多美女 纷纷主动上来与他合影 我去哈维尔 你赚到了 对呀 你看 瞧瞧瞧瞧瞧 都成这样了 对呀 现在哈维尔是 在这个世界杯比赛中 最有名的一个墨西哥球迷 你现在要是到莫斯科 到圣米尼堡 你去问问 人人都知道哈维尔 就是他那帮朋友是真的 就把他这纸壳 举着去看比赛 好吧 不知道此刻远在墨西哥的哈维尔 是做何感想 来 这也有一段有趣的视频 我们稍微的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倒霉蛋 世界杯最大的倒霉蛋 也是最大的幸运 走这 хот告诉你 Está 都 都 我讓她去旅行 當她說不,她說不 by bwd6 好吧 这个绝了 这哥们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对啊 他是他自己没去得上 但是他的那个划身 那个纸板人形纸板 好家伙 现在风流俄罗斯啊 这是你说我们是该羡慕他呢 还是怎样呢 反正挺传奇件事 做球迷能做到这个份上 对啊 我人去不了 但是我的心 随着我的纸板 对就能过去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真正的球迷 挺了不起的